我記得是這個地方整數的話大概到3萬多 如果你會超過3萬多,請你務必要用長整數 另外單精準數跟雙精準數,關係跟整數跟長整數差不多 當然雙精準數放的數字比較大 這個所謂的那個什麼單精準數或算 實際上就有小數點的意思 如果說你的資料裡面有小數點的話 那我建議你乾脆用雙精準數就好了 直接選這個就可以 那如果說呢,因為我們這裡面這個郵D需要不會小數點 我們乾脆用整數就可以了 OK 那整數這資料的話,這其他文字,這也是文字 這些文字 那像弄的部分的話,如果你不確定的話 你看起來是數字,基本上不然也是用文字也可以 那這個部分的話,你乾脆弄的話,用整數好了 那號的話也用整數,因為不可能有小數點 那樓的部分也用整數好了 那基本上,當然文字跟整數或者是這個單精準數或雙精準數,最大會有問題就是效率問題 如果你用的是數字的話,跑起來查詢的速度會比較快一些些 那地址的部分用文字 再來的話,這一欄不要 那這一欄空的就怎麼樣 不要匯入就好了 所以匯入的時候呢 就匯入這些資料,不包含最後一個空白的 OK,下一步 好,那最後他問你要不要組索引 這個地方暫時不要組索引 比較簡單一點 因為裡面資料量不多 不用組索引 按一個下一步 那最後他問你說,你要匯入叫什麼名稱的資料表 我們叫地址,讓完成 完成之後呢,那各位可以看到你現在的 這個按關閉 你現在剛剛的那個地址的資料表 就會被匯入到哪裡呢 匯入到這裡,點兩下 打開來之後,各位可以稍微看一下 姓名 郵遞區號等等的相關訊息呢 都已經進來了 那表示說你現在已經建立好一個資料庫了 那資料庫,一個資料庫裡面有一個資料表 名稱就叫做地址 所以把它調整一下寬度 OK 好,那這個地方,這個地址就完成 只是說我們要如何 因為他現在資料已經搬到那個SS 可是我接下來要怎麼樣把它再搬回到eSale 兩邊可不可以相通呢 那如果說我今天 甚至我是把它放在網路上 比如說我放在那個 網路上的方鈴 那我們各部門都可以透過網路上方鈴 可以連接的到的話 那我將來我也可以做一個 共通資料的來源 那這部分的話怎麼做 請各位先利用SS 那建立一個資料庫 那建立好之後的話 應該是會放在 我的桌面上面 我看一下 應該是 我是把它放在 這個範例檔裡面 在這裡 那特別注意就是把它 把它跟我們的 這個eSale放在一起 這個OK 那試著先建立這個資料庫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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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